你绝对想不到 为了能让梁冠华出演《狄人节》 导演都做了哪些努力 2004年 由钱燕秋担任导演编剧 梁冠华张子健主演的《神探狄人节》播出 瞬间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古朴考究的台词 紧张刺激的情节 再加上演员们精彩的演技 让观众们欲罢不能 那个原本不被大众所熟知的狄大人 也一下子成为了知名度 比肩包青天的段高手 而梁冠华所饰演的《狄人节》 和张子健所饰演的李源芳也一度被观众们奉为无法超越的经典 但是大家知道吗 梁冠华能出演《狄人节》可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因为在最开始除了导演 没有人觉得他可以演好《狄人节》 当年钱燕秋创作出《神探狄人节》的剧本之后 由谁来出演这个沉稳冷静 睿智精明的《狄人节》 成了最令他头疼的事 那时候少年包青天火变了千家万户 所以投资方就想借着这股风 再推一个探案剧 也找一个年轻帅气的演员来演 但是钱燕秋对此却持反对意见 因为他在看完梁冠华演的话剧之后 觉得他这个憨态可惧的形象 很适合演《狄人节》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 瞬间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因为在大家的心中 《神探狄人节》的形象 一般都是那种高大帅气 威风凛凛的 他们觉得梁冠华不合适 华流也有一万人不同意 你怎么找一胖子呀 你怎么演是吧 你应该是个瘦子 但是钱燕秋却十分的坚定 为此他还特地带着投资方 去看了一场梁冠华的话剧 虽然散场之后 投资方对梁冠华的演技非常的满意 但多少还是心有余悸 看投资方迟迟不肯松口 钱燕秋也放出了狠话 如果《狄人节》不是他演 我宁可不拍 钱燕秋不仅是编剧 同时他还是这部剧的导演 他要是走了 这么大的摊子可就砸手里了 没办法 投资方也只好妥协了 但谁能想到 就是这个他们当初谁也看不上的胖子 竟为他们捧回了超高的收视率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梁冠华 这个XXXL的敌人节 也就由此成为了 大众心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当然了 作为一部探案剧 能这么火爆 除了演员们的精彩的演技之外 编剧写剧本的能力更为关键 你知道神探敌人节的剧本 创作过程有多潦草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神探敌人节的剧本 是编剧被赶鸭子上架写出来的 如果说要给内地古装探剧排个名的话 前几名里必定有神探敌人节 节奏快 剧情不拖沓 每个案件还缓缓相扣 悬疑氛围渲染的相当带感 试问谁小的时候 看敌人节没有被无头将军那段剧情吓到呢 就连李源芳当时都被吓得不敢拔剑 后来因为剧情太过恐怖血腥 央视再播的时候 直接剪掉了三集 神探敌人节是25集 剪了好多 尤其第三个故事说我们吓人 能写出这样惊险刺激又好看的剧情 神探敌人节的编剧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其实早在1986年 就有一部根据荷兰人高罗佩的小说 大唐狄公案派出的影视作品 敌人节断案传奇 这部剧在当时收视率相当的可观 而央妈也是这部剧的投资方之一 只不过后来据说 是因为央视派过去的制片人 和别人家的工作人产生了纠纷 合作就此告吹了 而这个制片人就是后来 神探敌人节前三部制片人张文玲 后来在看到少年包青天火热的势头之后 杨妈深知古装探案题材的市场相当广阔 于是便打算重启这个项目 他们再次找到了张文玲合作 而张文玲又找到了钱燕秋 可这个时候的钱燕秋 正在鼓刀自己的燕霜鹰系列的第一部英雄 着实有点脱不开身 于是就写了一份故事大纲交了过去 张文玲拿着这份大纲就另寻编剧去了 而钱燕秋则是专心搞他的燕霜鹰 结果这边英雄都开播了 那边的敌人节的编剧还没确定 最后这个重担还是交给了钱燕秋 他就这样子赶鸭子上架的走马上任了 不仅如此 连导演他也一并包揽了 不得不承认 钱燕秋真的非常有才华 电视剧不仅剧情引人入胜 当中的一些古文和对白的运用 也是恰当好处 不会让人有跳跃感 同时还保证了电视剧的质感 只可惜因为当时有对电视剧急速的限制 所以这部剧最开始叫 《武则天四大奇案》 有四个故事 为了控制时长就砍掉了一个 当时写的时候叫什么呢 《武则天四大奇案》 想写四个故事 那会儿呢 就都是三十集 就算很长了 所以大家就说 要不就三个故事吧 在发行的时候 因为DVD版先一步发 所以它有三十集 而在电视台播出的 因为审核严格 第三个故事因为太吓人了 还被伤了好多 想来如果不被删 这部剧一定会更精彩 更经典吧 《神探敌人节》 虽然坚持了四五部之多 但是后面的东西 已经没有了前面的味道 《神探铁三角》 为何老死不相往来呢 四年三部《神探敌人节》 共计118集 每一部都备受欢迎 大家合作的是既默契又愉快 然而等到了要拍第四部的时候 制片人张文玲就开始整事了 或许是为了谋求更高的收视率 张文玲想要在剧中 给敌人节加一段感情戏 一听这话 钱燕秋当时就不干了 这不是闹着玩吗 张文玲尝试着和钱燕秋交涉 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吵了几架之后 双方直接就掰了 钱燕秋也带着两大主演 自己出去另起炉灶了 但是虽然钱燕秋是 《神探敌人节》的编剧和导演 但是版权并不在他的手里 为了避免纠纷 他将自己的电视剧 改名为《神断敌人节》 播出之后效果还可以 可是一致张文玲 却以侵权等理由 把钱燕秋告上了法庭 后来我拍第四 就是《神断敌人节》的是吧 不就要为人这个打官司吗 我听说当时好像还怕您败宿了 最后钱燕秋败宿 赔了对方好多钱 这件事之后 钱燕秋就在想 《神探》系列还要不要继续拍下去 所以在08年到11年这段期间 梁冠华张子剑和钱燕秋 这个铁三角组合 暂时放弃了《神探》 开始拍起了《燕霜鹰》系列 虽然《非鹰》系列没有《敌人节》经典 但收拾还算不错 可这个时候梁冠华 却有了别的想法 有人说他还想回去拍古装剧 也有人说他是不满一直做配角 反正最后他离开了钱燕秋 又回到张文玲的剧组 也是从那时起 铁三角组合正式解散 张文玲一看梁冠华回来了 立马就拍了一部 《神探》敌人节之《情花惊人案》 只可惜敌人节还是那个敌人节 原方却不是那个原方了 没有了钱燕秋 灵魂一般的剧本 这部影片最后也是悄悄的扑街了 尽管分开后的三个人依旧非常努力 却很难再重复当年的辉煌 回想最初《神探》敌人节三部曲 那真的已经是无法超越的高峰了 如果没有更好的剧本 就不要强行往下拍 去破坏那个美好的回忆了